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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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计一般是有两种方法 其中第二个方法就比较扯 我也不知道这个方法到底是怎么来的 它叫目测估计法 目测估计就是字面意思 就是先目测 对吧 再估计 一般先预先设置一个多度等级 多度等级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评价标准 对吧 你这个好不好呢 优不优秀呢 咱们根据分数来 考100的 非常优秀 考0分的 非常不优秀 考50分的 介于优秀和不优秀之间 大概这么个意思 我们也是这个多度等级 根据人为的评判标准 实际上非常多 多 较多 较少 少 很少 对吧 等等 然后这个实验就可以很迅速的进行了 我往那一看 我目测一下 估计非常多 我目测一下估计非常少 非常扯淡 是吧 所以我们高中显然应该使用更严谨的方法 当然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直接进行评判的 比较有利于我们在实验之前 先了解这个地方的一个状态 但这个还是比较扯的一个方法 我们还是使用记名计算法 什么叫记名计算法呢 就是我们一种一种的生物进行技术 严格的去判断它所属的种类 最后来汇总它们的整体的种类 就可以进行统计了 它的一般用于什么呢 用于个体比较大 种类上有限的群罗 因为你要记名计算 要一个一个去算的话 还是要比较容易算才可以 最乖 这样一个记名计算法的一个方法 那具体呢 记名计算法有两种不同的取样方式 这个或者是对微生工的处理方式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用这样一个幼虫器 幼虫器是什么样的仪器呢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取得土壤 就先准备取样器 就取一些硬质的金属 饮料罐 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大家在生活中会喝很多饮料 喝饮料其实对身体多多少少 会有一点点影响 所以不要多喝 还是白开始最健康的 但是你多多喝一些 就可以获得一些饮料罐是吧 啤酒罐啊 或者是拿这个啤酒瓶啊 这个只要是一大罐都可以 啤酒瓶啊 饮料啊 汽水啊都可以啊 然后呢 再把它的一端啊 给减掉 减掉之后呢 你可以算一下它的容积 大家都会算 圆柱体的体积啊 都可以算是吧 拿它的半径啊 算出面积 再算一个高度对吧 最后呢 可以获得一个啊 高度啊 这个容积 大概为100毫升的一个取样器啊 不能再不能再再多了 再多的话 这个取得土羊太多 就不方便对里面的生物件分析了 然后呢 这个还有就是在调查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周围的环境啊 然后注意安全 如果是一些比较陡峭的地方啊 或者有一些 安全隐患的地方 像落石啊 或者滑坡 或者河流啊 就要特别的小心 然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罐子啊 把它直接压在土壤中 压在土壤中之后呢 再拿这个 这个铲子啊 把这个土壤中的土啊 一铲 或者一罐子的土 这个土里面呢 就应该还有大量的土壤小动物 就可以回来调查了 第二个呢 把它放在这个 幼虫器里面 进行调查 我们来详细分享这个幼虫器 这个幼虫器上还是个很有意思的小仪器 也在题目中偶尔会出现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仪器呢 就是 它中间有个花盆啊 花盆呢 下面是没有底的 没有底放个什么呢 放个这个金属网 对 当然金属网呢 就是有一些网洞的 所以等一下虫子呢 就会掉下来 所以这个 放土啊 就要放在这个金属网上 放的时候呢 注意左右呢 留一些空间 这样的空气的流通啊 让这个生物呢 可以动啊 如果你直接 把它放在一层啊 下面的动物可能被压死了 或者闷死了 闷死之后 它也不会爬了 不会爬 等一下你就不能活着微生物了 不会活着这样一些生物了 所以左右留一些空间 让空气流通 对吧 里面的生物呢 暂时可以保持活性 然后放完之后呢 上面有一个灯泡 对吧 一开啊 开就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灯就有什么特点呢 对吧 又亮又热啊 土壤小动物 大家注意 一般就趋 趋湿啊 趋暗的特点 会讨厌干 讨厌热 所以下面一旦开了之后呢 这个土壤小动物呢 就会往 往另外一个方向爬 就通过这个 漏啊 这个这个 金属网的孔洞 往下爬 下面一个漏斗 和一个烧杯 烧杯里面 或者试管中 放了什么呢 放了酒精 迪阿克兰记得 酒精是固定液的 一种主要成分是吧 固定也干嘛的 固定就杀死 生物固定细胞形态的 所以他一下来 就完蛋是吧 就真死了 这一次啊 就直接挂掉了 然后呢 你可以啊 处理一段时间 比如说24小时 过了一天之后 再来看啊 可以在这里面 收集到很多 已经经过固定的 死亡的小动物 再对大精仔细的分析 对吧 分析其中树关系 看它的物种种类 就可以知道 这样一些土壤小动物的 种类的是吧 所以其实很简单 原理啊 就是利用土壤小动物啊 趋暗啊 趋湿 比高温的特性 这个特性的 大家注意和那个 之前讲过的另外一番 叫黑光灯诱物法 刚好相反 黑光灯诱物法 统计什么样的生物呢 都是趋光性的昆虫 像各种各样的蛾子啊 会在夜晚的时候跑出来 然后他们一般会 朝向月亮的方向进行移动 因为月亮是相对为止不变的啊 就地球啊 和月亮离得太远了 是吧 它往月亮这个方向走呢 一般就是啊 往一个方向走 一般就不会说迷路 对吧 那如果是人工的光源 他以为那个是月亮啊 跑过来 结果一下就啊 这个掉到毒瓶里面 就被毒死了 是吧 从而通过这种方法 进行统计 它是趋光性的 而我们啊 做的这个 土壤小动物的研究呢 是闭光的啊 趋暗啊 所以既然不同的两类生物 它们的统计方法就不一样 对吧 第一个啊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也能进这个 这个虫子的收集 这个叫吸虫器 吸虫器是个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自明义词 吸虫啊 怎么吸呢 一般这边的压矩 会连一个啊 塑料的软管 软管目标 可能再连一个玻璃管 连不连都行 这个软管呢 可以动 对吧 然后你看到这个小蚂蚁在爬 来这个管呢 就对着小蚂蚁 然后这边啊 这个扑呲啊 不是扑呲 应该啊 吸一口 对吧 吸一口啊 非常的顺滑啊 这个虫子就凑一下就 对吧 因为气压的问题 气压突然变小啊 会随着气流啊 进入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呃 稍呃 试管里面 也可以收集啊 你看这就是一位科学家啊 在南非的 在这个亚马逊的森林啊 进行收集啊 非常简单的一个装置 这边一吸 不是吧 像吸面条一样啊 可以把这里面的小虫子啊 各种各样的小虫子啊 都吸进去啊 哎 非常非常的快速且高效 是吧 当然大家有个 可能有个忧虑 说这个吸会不会啊 这个吸到嘴里呢 呃 这个不会 得压注意 在这一头啊 放了一个纱布啊 这个纱布呢 啊 是有孔系的啊 孔系非常小 虫子肯定过不去 那至于细菌病毒那么过得去 这个咱就不探讨了是吧 那过得去是肯定过得去的 毕竟是纱布啊 但虫子不会过去 所以你不会把虫子吸嘴里啊 当然这纱布一定要系的啊 所以啊 这是关系这个方法 就是所谓啊 吸虫器啊 有纱布 纱布的作用就是防止 土壤小动物被吸走 将其收集在试管中啊 这样一个实验也很有意思啊 呃 当然这个方法可能 大家还是觉得 有点可怕啊 是吧 所以现在已经研发了 最新的一些吸虫器 电动吸虫器啊 非常神奇 大家可能有时候吹头发 说话是吹气啊 这玩意儿吸气啊 这个你把这个枪头啊 对着这个虫子 一按开关 它蹭就吸到这里了啊 其实这个更好一点 是吧 所以这吸虫器 无论是幼虫器还是吸虫器 更能比较好的 收集土壤小动物 对吧 收集之后呢 统计其种类啊 就可以得到土壤小动物 丰富度的一些数据啊 呃 我们可以做一些 不同的实验 比如说选择不同的 土壤的区域 研究其土壤小动物 丰富度的差异 也可以呢 去 一个不同的时间啊 早上中午晚上啊 不同时间来去 同一个地方 去选择不同的 去取样 来去调查土壤小动物的 这个丰富度 总之可以通过一些 不同的变量 研究去 土壤小动物的一个变化 这是一个基本的小实验 对吧 反正简单 核心点 核心的考点 还是一般考这个比较多啊 就是关于这样一个 幼虫器的一个装置 以及使用方法 大家需要知道 上面放什么 中间放什么 下面放什么啊 是怎么进行 幼虫的 大家需要知道啊 这个所谓的 趋岸趋势必高温 几个词呢 来自于课本 大家需要掌握 好 来看一个题目啊 题就很简单了啊 营销组对于某地区 农田和林地土壤中的 小动物类菌经调查 结果如图 下来分析证据的事 来看一下甲图和乙图 甲图呢 看的是个体数 乙图看的是物种数 所以甲看的是种群密度 而乙看的是物种的丰富度 是吧 然后他做了两个变量 做了两组变量 一个是看了不同土壤 你看表层土 中层土 深层土 这个也是表层土 中层土 深层土 这个变量是要看 不同层次的土壤 不同高度的土壤 生物的密度和物种的差异 很想这个体验了 生物的群组的垂直结构 是吧 你看不同高度的生物呢 种类有所差异啊 所以就应该是有垂直结构的 这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 他也看了两种不同的土壤 一个是农田 一个是林地啊 它的不同数据 农田上啊 农田的表层度和林地的表层度 你看物种的密度啊 种群密度差的比较多 对吧 但这个中层的还差不多 但你要看物种的种类呢 虽然一个是农田 一个是林地 但它们物种种类啊 无论是哪一层土 都还是比较的接近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是吧 OK 所以我们得到两个结论 第一个就是 如果单看物种的丰富度的话 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就是 表层土 中层土 生层土 物种的丰富度 确实差异比较大 但是呢 农田和林地 在每一层上都比较的接近 对吧 两个变量的一个对决结果 然后看选项 选项啊 可以用标志冲物法 调查土壤小动物的物种数 这个不行啊 这个标志冲物法是要标记的 土壤小动物还是太小了 这个标记冲物法啊 太小了 不太容易被标记上啊 所以不对 变一下 不同样地 土壤中的小动物类群 丰富度有明显的差异 不同样地 它的资源量是不同种类的样地 对吧 农田和林地 这个其实没有很明显差异啊 很接近的 你看啊 农田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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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接近 其实差不多对吧 RC 不同样地土壤中的群组 都有一定的垂直结构啊 这个实际上是对的 不同的土壤样地 虽然可能结构有些差异 有些比较简单 有些比较复杂 但是持续结构应该都是有的啊 从高到低 有一些物种的差异 来定一下 人类活动对于土壤小动物的数量和分物 没有什么影响啊 这个其实就 这个 人类活动对于土壤小动物的 肯定还是有影响的 因为 人类活动会破坏环境 或者可能会保护环境 会导致生物的种类发生改变 土壤小动物一定和人类有关 你看城市和农村的土壤小动物就有所差异 所以D呢 不会没有影响的 所以这个题应该选C 这是L1这个题目啊 我们这一小节 关于这个土壤小动物的实验比较简单 大家掌握核心点 又重极了使用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